钟爱看周欣欣采访片段的友谣们有福了 实在没想到周深推荐大家看令人心动的offer的理由竟然是这个 只要你关注了我们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就会让你长寿 因为如然你会学习到一些医学知识 就会开始注意一些小细节 然后也会意识到健康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案例理由真的太绝了 试问有谁能受得了这个诱惑呢 周深接受采访的造型有点帅气了 以至于有很多的网友称视频进度条即将进行到一半时 自己只顾着看脸差点忘记听周深在说话了 周深在被问自己是不是细节控的时候 回答真的绝了 说的这么严谨这么详细 这还是那个嘴在前面跑脑子在后面追的喜剧人吗 生活动作应该不算是细节控吧 相对来说会比较细腻一点敏感一点点 不过周深确实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暖男 之后周深根据不同的场景为大家推荐了两首歌曲 时节和Rubia 一个比较欢乐 一个能让人舒缓焦虑 但是周深说完时节后的那个无嘴笑 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周深称自己发泄情绪的方式竟然是唱歌 这大概是歌手的基本素养吧 看周深的采访大概可以算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周老师的表达能力又强又很能说到点上 就会让人对对对的感觉 全程有理又有趣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一句要找到适合自己 又不会伤害别人情绪的发泄方式 好有说服力 宝藏男孩周深的三观真的绝了 我非常焦虑的晚上 那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听Rubia 一首英文歌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 因为首先 你焦虑的时候 就不要太让自己去思考很多事情 然后它是一首英文歌 所以就对于我们母语来说 我们听个外语的时候 你更容易让自己分散一点点注意力 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清冷的一首歌吧 又清冷又大 所以它又有收的地方 又有大项目 忙完一个大项目 明天就要开始长假了 你还浪费时间听我的歌 玩去吧 不要听歌了 玩去吧 看了周深TMEA采访 才知道 2022年 让他最拒绝的事情 居然是这个 悠悠们心心念念的 周深TMEA的采访 终于跟大家见面了 身为周深的粉丝 也太快乐了 营业狂魔周深 每天都在为大家 送上不同的物料惊喜 每天都像在过年 又有采访好灯息掉落 一起来看看2022年 让周深最拒绝的事情是什么 天 深深开一个深月培训班 会设什么 准入门槛的条件吗 不会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开这个班 我根本就不会开这个班 我不 因为我觉得唱歌 因为自己喜欢唱的 没想到这个问题回答这么简单吧 我还想说 我有可能成为学生之一吗 哦 那我先听听 啊 啊 看来我不开班是对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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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在接受采访时 一如既往的调皮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抱抱的手足无措 一句现场给我查 真是有周老板的味了 海报啊 谁跟你说海报 海报算一种吗 你算大一笔种吧 不是不是 现在你给我查 还真是要把周深严谨 打在公屏上 采访周深也太难了 永远不知道 梗和坑哪个先来 让主持人张嘴唱歌 属实是没想到的 周深怎么怎么样 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 2022年让周深长高 是绝对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因为这是我的愿望 但是我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哈哈 天天开心 拜拜 话说 虽然很不礼貌 但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许多悠悠们心知肚明 要被这该死的默契笑死了 不少的网友称 抱抱 你的采访时长还能再长点吗 肯定还有完整版的存货 快快出来 虽然只有一分钟 但是笑点也很多 全程好欢乐 不愧是周深 除此之外 又周深演唱的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荣获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第二个打歌周七的联缠冠军 周深真的好牛 新的一年就有如此好的开端 今年的业绩怕不是要更上一层楼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这也是周深在十五号抖音直播嘉年华活动上表演的舞台 周深添赖般的嗓音淋漓尽致的演唱 寄身情温暖 诉说人间点点滴滴的幸福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